五谷国中利用教育局和议员的补助款 不但全面态换了教室和办公室的电扇 希望给师生舒服的学习和教学环境 还装置了全国校园少有的悬吊式篮球架 让学生有专业的训练环境 打开全新的电扇 不但吹起来格外的凉爽 也没有老旧电扇发出的噪音 五谷国中感谢议员的补助款 让学校可以全面态换教室跟办公室的电扇 我们今年谢谢陈明英议员 帮我们争取了50万的设备款 然后去年我们荣誉会长也争取了100万 我们150万把全校电风扇全部更新 把以前旧了脏了很多灰尘的电风扇 生锈的电风扇全部一次换完 所有的学生的教室跟导师办公室 所有的专科教室一次全部更新 来到学校的风雨操场 可以发现这个篮球架特别不一样 原来这是全国校园少有的悬吊式篮球架 这也是透过教育局的补助 连同地板一并更新 很感谢教育局 今年也给我们300万 把我们整个风雨操场地板扑面 全部更新 还有悬吊式篮球架 悬吊式篮球架好处就是不占空间 视野辽阔 所以以后孩子在风雨操场跑步 运动的时候就会畅行无阻 是一个非常棒很前卫的设计 学校努力争取经费 希望无论是教室或是体育场地 都能建构一个舒适又专业的学习环境 帮助学生可以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G9房间凯琳锦于五股采访报导